人不多啊,咱说点得罪人的,有钱人是怎么控制穷人的呢?听我说完以后,你就知道了,我们现在共同富裕的政策是多么的牛逼,多么的划时代 在这之前呢,有钱人通过五种方法让穷人永世为奴 第一,富人想尽办法让普通人保持贫穷,人穷就制短呀,这样随便给你点甜头就能使唤你 穷人才是富人最大的红利,廉价嘛,因为一旦大家都变富了,劳动成本就直线上升了 第二,有钱人通过垄断刚需产品来提高生活成本,让你世世代代为了基本的生存物资不断的劳动,不断的劳动 这样你的大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第三,给社会分三六九等,让底层上失自己的尊严,自信,让他们自清自荐 这样大家就会迷信权威,迷信有钱人说啥都是对的 第四,枪打出头鸟,慢慢的全部都变成了软柿子 最后呢,垄断知识,你学到的东西都是他想让你学到的 真正有用的东西啊,只有在小圈子里秘密的传播 这样大家就永远搞不懂有钱人为什么有钱了 觉得对的,点个赞吧